音乐 刚开始我接触到何子瑜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有我自己看法的 我认为它好像比较难一些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 学起来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以前在备课的过程中 就是为了给学生拓展词汇 我得抱着字典查好半天 然后再从字典里摘 哪个能给学生 哪个不能给学生 我个人这么认为 首先就是咱们没有一个原环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猫舞中一 就时间点的那一碗 因为我记得我去年给初一学生讲的时候 差不多用了25分钟到半个小时 学生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叫past 什么叫to 我还拿了一个破的钟表 我自己在前面拨了那个时针跟分针 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 有的孩子说实在的 他连字母怎么写都不会 小时几乎就没有学过 那么所以我教课的时候是很费劲的 那么我基于这样我初步的尝试去使用这个合子 我发觉给我给学生打开了一扇窗户 也为我的教学打开了一扇窗户 他们这个资源特别丰富 就是减轻了我课外的这个 很实在的说减轻了这个被课的时间负担 然后这个学生也很爱看画面也很丰富 这个软件就是孩子跟他有一个沟通 比如说我翻译不太软 比如很简单的一个句子 他会跟孩子有一个沟通 但是后来我现在在我这两个班 两个班我卡了一段时间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to跟pass他们已经完全搞清楚了 所以可能学生之间也有一定的认知差异 但是我觉得也有这方面咱们这个软件的 给我们教学的辅助这样的帮忙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今天正好我刚刚做了这个测试 下午就来听课 就跟咱们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我们商科可以尽量多用一些这样的这个软件 来帮助我们教学 学生无论他什么基础 他都可以跟他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作为老师我特别特别喜欢文字语 所以呢就是还需要我们这教育部门 或者我们的领导给我们这方面的大力的支持 才更好一些 是吧老师们说 是 我按过来 都不认为习惯了 这些��囊 他懂我 你 也许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